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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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物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的 就是说它跟随着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 经历过一段什么样的岁月 它我觉得旧物是有故事的一种物品 我再讲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话题吧 就是旧物我觉得是一种环保的最理想的方式 因为我之前有听一个二手衣服的店主讲过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很多人认为旧物的环保意义 就是说拿去废品站回收 然后做原料继续生产 但是他觉得那样其实是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来进行环保 因为你在分解 然后重新制造的这整个过程 是照样会产生环境污染的 但是假如说你这个物品你不要了 但是被另外一个人拿去继续使用 这才是完全绿色无工业的一种环保方式 很喜欢 非常喜欢 多半多半还是免费的 对啊对啊 而且我看到像昨天天气不好也有挺多人 今天天气好就更多人了 我感觉大家也会挺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逛吧 对吧 我是这么猜测的 像今天早上到现在 我们这个摊也卖出了不少东西 你讲的是说像这样的二手势集吗 我更理想的状态说实话 我希望就是更多摊主 他们是能够拿出更多自己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物品 就是可能你卖多少钱也没有太大关系 可能五块十块 并不是意义不在于赚钱 然后我希望来逛的人呢 嗯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目前来讲大部分市集大家去逛可能会去看更多是光鲜亮丽的东西 但是我希望来逛的人能够更多的去看到一些被使用过的可能并不是特别显眼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们是可以用的 嗯 我希望可以这样 我希望可以这样 你喜欢利用吗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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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